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比林慧君 欢迎来到阿比妹妹说 这回要跟大家说什么呢 在台上我突然发现不对了 已经半上了 我包青天台歌词不记得了 包青天我不记得歌词了 我已经唱了上万遍的歌 歌词不记得 所以上台之前我跟范哥讲 我说上台之后你帮我合唱包青天 他别开玩笑 你唱这么多次 我说我不记得歌词了 他吓死了 造我歌词共振 造出来我脑袋瓜里 有一个五公分的流 四公分的积水压到我的左脑 家喻户小的包大人 因为脑壁流言语失调 紧急动开脑手术 老婆陈琦紧紧陪伴身边 我没有谁听谁的 因为我比他大八岁 我年龄比较大一点 我的经验比较多 我也蛮宠他的 开封幽误格 包青天 铁面无私 编中间 听到这首歌 大家就知道包青天来了 当年这出戏呢 红遍大街小巷 金超群演活了 包公铁面无私的形象 尤其是他那一声开扎 让戏里很多恶人呢 吓到贪乱 但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角色呢 一开始并不是设定他来演的 找了四个人都不演 我是第五个 包青天是93年拍的 93年的前19年 有一部移民先生演的包青天 很红很红 所以没有演员敢演 那制作人赵大人生 因为跟我是高中同班同学 演得巧 没有人演你来帮忙吧 金超群临为寿命当了救火队 没想到收视率开红盘 原本只规划15集的电党戏哦 后来被电视台一直追加 追加到236集 而且为了演好包整这个角色呢 金超群不但把脸涂得黑黑的 还做了这件事 当时因为我体重没有像现在这么胖 我那个只有八十几公斤啊 因为我个儿高嘛 八十几公斤还不显胖 演老包就不行了 老包要很威武 才能够撑下那个样子 王马张照都是180以上的人啊 然后我那电上鞋子 再加上帽子192 高厚底鞋啊 加上帽子192公分 可是显得我太瘦了 我就下定决心真肥 84公斤开始演 演完100整 为戏真肥这么敬业的表现呢 也让金超群拿下金中奖最佳男演员哦 但别看他圆滚滚的身材模样 年轻时也是个俊俏型男哦 不相信吗 看看这张照片就知道啦 这是学生时期的金超群 不仔细看啊 还以为是韩星书自谢 金超群出身军人世家 爸爸是海军中校 在军中的抗热队担任话剧演员 他也受爸爸的影响 大学的时候去报考 政战学校的影剧系 这一点在他离开之前 他很满意这一点 我记得他两样事业 帅气的外形让他在读军校时 戏约不断找上门 随着一次次演出 他内心里的小小心梦逐渐萌芽 当时要签基本演员 电视台那个时候的长官 很啰嗦的很骄傲的 你不给他好处没拖关系去 不跟我签硬是不签 只有终于有一位长官 知道我是有表演天真的 谁还趁那个 这是副主管 主管不在 他怕跟我签了 金超群如愿进到电视台当演员 但是长官交办给他的 第一个任务竟然是 金超群那你去主持节目 你不要去演戏 所以我干了很长一段时间 主持节目 全台湾跑 连编剧 导演 演员 灯光 摄影 工作人员加起来五个人 对 我要扛灯光架的 自己干主持 就这样干 在台湾跑透透 主持棒一拿 他就是两年 不过在金超群心中 最渴望的还是演戏 但有一天 临时演员生病不能来 金超群知道 他的机会来了 当天晚上把我叫去 能不能演 我又能演 演了之后 那个时代不一样 现场改剧本 奥西越加越重 从个小配角反派 变成大反派的 现在说反一号 从此开始我演一录 我参加了华氏 几乎大部分的戏 每个人演一录都有我 我一年最高 是六档戏从事代拍 我是最佳绿业 我不是公花 我永远陪着人家 但是我都能帮主角 达到最高 把人家通通记起来 我的演员 人员就很好 入行了十多年 终于因为演活了 包青天这个角色 让金超群名利双收 不过可别看他戏里 刚正不阿 一副硬汉子的模样 戏外的他呢 可是标准的好老公 跟太太陈琦 是演艺圈的模范夫妻 我太太陈琦 陈琦呢 本身是个护士 她是护理学校毕业的 去拍电视剧 在医院里拍 就挖掘她出来 请她客串演出 看她是不错的 开始让她演戏 陈琦曾在包青天里 扮演庞飞这个角色 不过说到两人的情缘啊 金超群说 是自己巧妙的安排哦 我当主角的老婆 她找了很多人 看我不满意 就是她找出一个广告 才拍广告片 那个时候我太太在拍广告 我看就是她 我不认识她哦 我就要她这个样子 结果就来了 来了两个人就演上戏了 导演要把演员追到手 表示对她的戏不满意 你就追到手了 大概用这种手法 然后就这个 借这个机会两个人相处 可是发现两个有共同的理念是 不要小孩吧 不要负责任吧 哎 两个人观念是通 然后呢 刚两个人很在生活上 我们先同居后结婚的 两人结婚至今超过三十个年头 陈琦一直扮演着金钞群的贤内住 他淡出荧光幕回归家庭 用自己的护士专业呢 照料着丈夫的生活起居 甚至还赞成金钞群去做这件事 参选了民国八十一年第二届 真俄立法委员选举 我是台北县选区 那个时候台湾的电视里播 立法委员是打架 打得很凶的 老婆说 你继续打 我说什么 你去啊 我说怎么去 你选啊 我很真假的 选举很累人的 没有问题啊 我们家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要不要小儿子去选 就这样我就选举了 金钞群用五党籍的身份参选 最后只拿到五千四百零票落选 但他信心自己还好没选上 要不然隔年就无法演出包青天了 之后他更把重心转往中国大陆 其实就发现他们未来 在当时来说 未来会很蓬勃 我很大胆地在那边拍了 两部戏之后 我就在青岛买了一块地盖了影城 盖影城还找来原班底 何嘉靖 范红轩一块到大陆 拍鹿板包青天 原本金钞群的目标是拍满一千集 不过这个计划呢 却因为脑流而中断 是我到曼谷去跟我一个朋友 他的那个电视台 有办一个活动请我去帮忙 我就去了 在彩排的时候我一看 哎哟不对 我包青天忘了怎么唱了 我唱了一万遍以上 我就跟同台的范红轩 公顺先生说 他让你提我词 他怎么需要提词 我说我不记得了 他太吓到了 所以他真的把台词写在 歌词写在手上 上台我们对付过那一场 他说你怎么回去 我说语言有问题 回台湾赶快检查 在熟悉不过的歌词 竟然忘了怎么唱 怎么可能 这让金超群觉得怪怪的 他赶紧回到台湾呢 做身体检查 做核子共证 照出来我脑袋瓜里 有一个五公分的流 四公分的积水 压到我的左脑 把我的脑细胞 全部压缩到一角去 因此它影响到 我的语言和行动神经 我立刻跟老婆讲 我说发现了有这个流 要不要动 医生说要动 老婆说你神经病 赶快动 听老婆的话决定动手术 但毕竟在脑部动刀 难免有些风险 担心自己万一有不测 手术前一天 金超群向老婆 交代了这些事 事死事活不知道 所以我跟陈居说 我走了之后 你好好找个人嫁了 但是不要贴小白脸 我不甘心 她现在还可以嫁人的 我老婆还是很有身价 也就是说 我们很抗开这些事情 把身后的规划 通通规划完毕 我才是动手术 紧急动手术 取出九公分大的脑壁瘤 金超群在医院 休养了三天就出院 但头顶上呢 也多了一道 L型的疤痕 我现在活过来了 重获健康的金超群 后来把在大陆的影城卖掉 跟老婆回到台湾定居 但她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想跟好友范红轩 再拍一部白发青天 要让铁面包公的故事 继续演下去 以上是我这回分享的故事 看完故事的你有什么心得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阿比喔 也麻烦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并且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回分享的故事喔 哈喽Everybody 阿比在这边要推荐给你这个 中天保养品牌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凌露 不管我们从事任何户外活动呢 防晒真的很重要 而这一瓶的成分也非常厉害喔 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 炸藻直萃 能够防御环境里的3C产品 及各种光源对肌肤造成的伤害 还添加了黄金海藻成分 帮助肌肤抗老化 防晒抗光动灵一瓶搞定 现在推荐给你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216 还有折扣优惠喔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凌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藻直萃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凌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